谁是日本高中足球第一球星 2019年,日本媒体在足球爱好者中进行了一次调查 一位已经散出主流视线很久的球员,以绝对优势登顶 超过四成人都认为他才是日本高中第一天才 他到底有多强,却又为何泯然众人呢 在现在看来,2003年,日本高中足球锦标赛的全国大赛可谓是星光仪 本田归佑,常有佑都,钢石胜斯等等日后在欧洲大放异彩的球星 都在这年的全国大赛登场亮相 但是他们的光芒完全被一个超级前锋所掩盖 他就是有着平成怪物之称的平山象泰 平山象泰身高超过了190公分 却有着和身高不相符的脚下技术 同时终结能力也非常出色 在同龄人中简直是降位打击 一切恐惧都来源于活力不足 这个定律同样也适用于足球 拥有平山象泰的国剑高中一路索相披靡 决赛更是6比0横扫驻阳学员 硬生生把残酷的全国大赛打成了表演赛 平山象泰在无场比赛中打入9例进球 创造了新的单届比赛进球记录 同时也是史上第一位连续两年获得射手王的球 高中生涯17例全国大赛进球的记录 至今无人能破 国际赛场上的平山象泰同样亮眼 早在2003年未满18岁的平山象泰 就已经月级参加了U20的实情赛 第二年19岁零两个月的平山象泰 更是成为了日本足球史上最年轻的奥运选手 高中还未毕业 他就毫不意外地遭到了哄抢 当时联赛所有的16支球队都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不少球队甚至许诺了逐利位置 但是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决定 去祝波大学进修 他的这个选择在当年引发了剧烈的讨论 一年后平山就选择休学 前往欧洲挑战职业联赛 他收到了多支欧洲球队的邀约 其中包括荷兰的菲耶诺德 比利时的安德莱赫特 布鲁日将的豪门 但是他却从中挑选的最小的俱乐部 荷甲宝击队 赫拉克勒斯 赫拉克勒斯的所在地阿尔摩洛 是一个只有7万人口的小镇 这个悠闲的地方的确适合于专注足球 0506赛季的荷甲联赛第二轮 赫拉克勒斯客场迎战海牙 第75分钟 0比1落后的赫拉克勒斯决定换上新圆平山下探 加强进攻 仅仅两分钟后 这位高中分就用投球方珠球队扳平了笔分 又过了7分钟 赫拉克勒斯就再入一球 完成了逆转 进球的还是平山下探 第12轮联赛 他更是用一记伯格坎普式的精彩进球 宣告了平成怪物的降临 这个赛季平山下探打入巴黎联赛进球 成为队内最佳射手 他的旅游处子赛季交出的成绩单 称得上优秀 但这却是平山下探最后的辉划 仅仅一个夏天后 他的流洋之旅就戛然而止 逐渐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里 退役后的平山上探在采访中回忆起了这段日 出国的时候 我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踢足球 但是国外的生活远远比我想象的艰难 我不会荷兰语 没有驾照 每天都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看DVD 我很孤独 因为经常给日本的家人和朋友打电话 我一个月的花费账单甚至高达15万日元 来到荷兰的第一年 荷兰克勒斯的主帅彼得博斯 这位曾经在日本执交的少帅 非常关照内向腼腆的平山下探 由于平山没有学会荷兰语 博斯还会每个月抽出两天时间 在翻译的帮助下 专门给他开战术讲座 帮助他度过了最艰难的一年 但是随着新赛季 新教练的上阵 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新教练对于平山下探 糟糕的身材管理和沟通能力 非常愤怒 所有的特权也都被取消了 寓意不得知的平山上探 以回国念书为理由 逃回了日本 回到国内的平山上探 选择加盟东京FC 但是他却没有拿出 令人信服的表现 高中时期的平山上探 曾经留下了一粒 让所有人惊叹的进球 在一次进攻中 他居然越过后卫头顶胸部停球 然后将球打进 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 他为什么不选择投球 没错 拥有超过一米九身高的平山下探 并不擅长投球 对于落点的判断非常糟糕 到了职业联赛 他的身体优势被缩小 灵活性方面的劣势逐渐被放大 更致命的是 伤病开始找上了他 2011年4月 他在练习中 摔淡了进骨和飞骨 赛季报销 第二年 相同的地方再次骨折 又是一段艰苦的康复剂 2014年 右脚踝又遭遇了严重的骨折 四年三次大上 几乎摧毁了他的职业生涯 每逢新年 平山都会前往神社许愿 但是写在许愿牌上的愿望 却渐渐从参加世界杯 变成了没有伤病 欲不得知的平山上探 甚至一度产生的退役的想法 家庭成为了他坚持下去的理由 有一天 平山的孩子说 他想当医生 平山问他 为什么 他说 我想治好我爸爸的脚 这就是我还在坚持的原因 我想成为我孩子的英雄 2016年4月2日 在东京FC主场迎战 名鼓舞金鱼的比赛中 替补登场的平山上探 终于取得了进球 经历591天的等待 在反复的伤病后 他终于复活了 包括替补区在内 几乎所有球员都冲上来 庆祝这个来之不易的时刻 2017年 已经在东京FC效力 整整十个赛季的平山上台 决定开启新的人生 他北上加盟先台七夕 联赛第一轮 先台主场迎战扎晃 最后时刻 比分依然是0比0 主教练准备换上平山 加长进攻 但就在平山已经站在场边热身的时候 球队取得了领先 这次换人也被取消 没想到 这是他离代表球队出场 最近的一次 第二天 他遭遇了职业生涯的第四次重伤 手术后 反复的疼痛 让平山彻底丧失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这一天 终于还是到来了 2018年3月3日 在东京FC对阵仙台七夕的赛前 两队为平山举办了隆重的退役仪式 正式告别职业球员的身份 如果他在荷兰多坚持一名 如果没有那次骨折 如果那场比赛 先进成的不是仙台 那么他的人生会不一样吗 被距离厚望的平山上台 没有长远的规划 没有坚定的意志 他只是一个内向而敏感的普通人 这是平山上台的故事 也是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 所有普通人的故事 永远充满遗憾 这才是人生的真实写照 如今的平山上台正就读仙台大学 同时担任学校足球队的教练 他的第二人生才刚刚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